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了比特币的一个超底价 以太坊、PP、帽子狗、BOM、TURBO、DOG、APU、PIZZA 这些代币的一个超底价格的一个方法论吧 就是把我自己实际债用的这个统计表 这个表头给大家讲了一遍 不同的代币 它的一个限价是多少 对吧 它的限价的跌幅跟这个历史的一个低点跌幅 它应该相差多少点才值得买入 想要具体看这期视频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我上一期视频去看 这边呢强调一下 不是我所有罗列的代币都值得买 比如说这个薄膜可能回头就是 因为之前买贵了嘛 之前很早之前买的 我可能就会把它换场把它卖掉 像这个币安上面的咪咪代币的话 我可能就会重点买PP 然后呢帽子狗留一部分 然后呢TURBO也是我比较看好的 因为我觉得上一文不是是狗嘛 对吧 我们讲那个舵吉 然后呢那个尸吧 然后这两个币你看上一文的这个市值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PP应该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场空间 TURBO如果能够成为这一文的史币的话 那更不可想象 可能几十倍啊 因为它现在市值应该才四个多亿吧 所以说TURBO上一文我们讲是秘密币的这个龙一龙蛙是狗 这一轮搞不准是青蛙 因为像这个PP它已经证明了它是这一轮啊 这个秘密代币的新龙一嘛 然后呢跟这个青蛙系列当中 除了秘密币之外 应该TURBO的一个发展和势头是最大的啊 然后呢帽子狗呢 我保留一部分 波姆呢就算了啊 我觉得这个过往的表现值就是比较差 然后多个呢 其实已经涨了两三倍啊 在观察我可能会保留一部分拿长期吧 大部分可能在回头又回上来之后 我可能会卖掉 APU呢本质上也是青蛙系列 但是我感觉跟TURBO的市能比还是会差一些 因为龙一龙啊 可能就要吃掉百分之八九十的一个份额 所以APU我可能更多也是偏短线中线 然后呢中途卖一些 然后呢如果剩下一些零成本池上去放着呗 披萨和多个呢 其实就是名符文嘛 是一个新的细事 新的一个概念 那会保留一部分 OK 然后链上的什么SCR密集呢 波动确实比较大 限制呢等回写状态 回头也是会偏做短线多一些吧 然后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下补充 上位呢本来说要跟大家去讲这个啊 如何四年做十倍啊 如何联系四年做十倍啊 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 那在视频的开始呢跟大家说一说啊 如果啊有小伙伴想要进行付费社群 想要更深入的去获取财富密码 可以在我的视频主页能看到啊 后面是四个三啊 大家不要加错啊 不要说错 OK这个跟大家讲一讲 反正就是说感兴趣的就加码 299刀每年 现在呢快一百来个人 OK然后不感兴趣的呢 你就看我的视频就行了啊 或者说我这边自己写了一个6万字的一个投资总结 这个呢可以免费送啊 所以如果你暂时啊不是那种啊 支持付费的成员对吧 认知高但是没有这个习惯啊 或者说我可能最近经济紧张付不起啊 那你加我这个可以送给你看一看啊 你看完之后觉得有用 觉得我能给你带来超过这个啊 付费社群这个费用的一个回报呢 你在家也没问题啊 OK反正你其实看我的视频大概也能够去判断啊 因为我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就300刀 其他群我看一些都是400刀 一个季度的都有 那种的话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我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在币圈嘛 你们冲个土狗对吧 就一说安娜两说安娜 你买个群是一年的陪伴 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OK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期的一个重点 如何联系做到四年十倍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过一过啊 中途也会去做一些延展 我觉得人生他真的就得看周期 我之前一直在讲 每个代币都有他的一个生命周期 我们其实就要抓住他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上升期 比如说符文多个对吧 你是0.036啊 还是0.025啊 0.05买的你其实都能够吃到一倍 啊两倍这样的一个涨幅 对吧 但你现在去买的话 他整个的一个低点啊 就是过了这个生命周期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每个代币过完他的生命周期之后 他的下限都会变得越来越高啊 就这个代币 你看这个符文多个 他之前的一个价格 我是三六买的嘛 你看三六左右 那实际上他最低跌到过多少 0.0029对吧 没有人能保证买到这 但是呢 你买到这就还是挺爽的 是不是 他最高涨到29嘛 差不多是三倍 然后呢 现在他的一个下限呢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啊五三左右 对吧 五三左右 你看他从这个 三 0.003到0.053 就涨了几近快一倍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 他的一个生命周期 啊 快速的增长一个时间段 不然的话 他的一个下限会变高 OK 那你的投资回报 肯定就不一样了嘛 我们一直在讲 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但是一块钱你投入 对吧 在不同的天时地位 人和下投入之后 有些能让你变成1.5块钱 有些人 有些能让你变成2块 有些能让你变成10块 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啊 非常的一个重要 OK 所以 就像人一样 从婴儿到少年 到中年到老年 对吧 一天呢 肯定太短 你指望着买入 然后一天就给你赚了一倍 不可能 一个月呢 也不长 但是 时间的负力就堆积起来 累加起来 对吧 三四年的一个光阴 时间的巨大负力 叠加出来的变化 真的是蛮令人震惊的 像多个福音的话 我们讲的也是需要三个月嘛 这叫中期 我觉得三个月应该在我个人看来讲 叫中期啊 三个月 我这边给大家写一下啊 就是我们讲长中短 对吧 长期那肯定是加密货币的这个牛熊周期嘛 就是四年一周期 对不对 这种呢 最典型的 最典型的就是比特币 对吧 牛市高点 牛市低点啊 这个比特币的投资是最适合做长期的 标期做波段 因为它波动也不算搭在中间 中期的话 我觉得就是三个月左右嘛 三个月到六个月 对吧 你买入一个代币 然后呢 你拿着可能三个月啊 到个五个月能够让你赚蛮多的 对吧 短期的话 就是很多人是一天啊 以三天 对吧 以一周啊 也就是七天或者十天这样子 它就是啊 我觉得是短周期 就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啊 一个月以内 都是短期 很多人之所以啊 赚不到 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啊 他的耐心啊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啊 就很多东西 我们讲说 它真的都是有周期的 每一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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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讲过 分享过 都是以周围单位的 以周围单位 以周围单位 最少的话 也是七天嘛 对吧 一般就是一周 两周 三周 四周 OK 我们随便看一下 这个代币 我们大概就能知道 它的一个下跌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 多个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一轮下跌 它经历了多长的一个周期 它整个趋势 就从这开始嘛 对吧 我们从这一根柱子开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21天嘛 对吧 就三周 三周 看到没 所以说一个代币 如果你连个一个月的耐心都没有 那真的很难赚到钱 对吧 你就容易在这个地方买 在这个地方卖 或者说 等它上涨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买 然后涨一点点 你又把它卖掉 所以一来 阿奇 就是你懂吗 就是买入就跌 然后呢 卖出就涨 就会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 我觉得很神奇 但是很惨痛的一个现状 OK 这个就是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理解的长期中期短期 以及为什么没有耐心 它的一个严重性 对吧 后果有多惨烈 OK 然后呢 这个第一点讲了 就是得看周期 我觉得周期 那如果用比特币来讲 真的四年的一个时间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眨眼之间就到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只要你耐得住 坚持住 回报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呢 我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是在19年 19年 19 2021 对吧 其实从19年底 来算的话 就是2021 2223 反正就四五年 因为当时赶上了 这个短视频的 这个高速发展期嘛 再往前的话 是周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 其实我就实现了 我资产的十倍增长 然后到现在啊 然后明显感觉到 短视频赚钱会越来越难 短视频赚钱 现在跟之前比 真的是很难 之前我们 今天晚上发一条视频 明天又涨十几万粉丝 大家明白吗 那时候应该是 反正应该就19年 20年吧 然后呢 到今年 就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 然后呢 我去分析了一下 原因是什么啊 这边插一下 就比如说我在 我在这个19年的时候 我买十颗比特币 我买过十颗比特币 差不多就花了五十万人民币 大家看一看 现在到现在就过五年 对吧 现在买十颗比特币 就要五百万 你看 是不是四年十倍嘛 这不是你赚到十倍 而是成本变高了十倍 就这么一个逻辑 这为什么就通货 通货膨胀很重要 很严重 值得关注 不就这个原因吗 就不知不觉当的 你会发现 我靠钱不值钱了 对吧 或者说比特币越来越贵了 就这么一个现状啊 抖音赚钱越来越难了 你看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 对吧 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 一 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 对吧 二 流量变得越来越贵了 越来越贵了 抖音 我们讲这个短视频赚钱越来越难了 然后呢 三 比特币价格越来越高了 对吧 那你就要找到哪个是在上升的 记忆这个趋势 记忆这个趋势 我觉得聪明人 对吧 聪明人应该要去挖掘 找到哪个是上升趋势 对吧 哪个是内卷下降趋势 这样子我觉得选择大英努力才是会比较重要嘛 所以 第一个呢 就定住家没有闲量了 这个其实也在给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们如何抓住财富的浪潮 对吧 这边其实 如何抓住财富的浪潮 对吧 实现 我们讲的这个 四年十倍的人生利息 或者说 联系翻译 今天这个视频主题应该是这样会好一些 那你看啊 这个趋势很明显 就是地主价没有闲量 就是抖音这个APP 因为发现它的一个增长已经见顶了 然后呢 平台的玩家的数量 极度的拥卷 拥挤和内选 就是用户不见增长 为什么 它又涉及到 整个的我们讲说这个人口 对吧 人口总量有限嘛 中国总量有限 而且而且这个什么 而且生育 对吧 生育率 啊 生育率低嘛 生育率低 啊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平台它就没增长了呀 然后呢 那平台没有增长 然后玩的人越来越多 要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对吧 流量 我们把它叫做流量流 它就处于下滑趋势 所以我从去年到金鸟身边做短视频创业的老板 你会发现 他的业绩能够维持到之前的现状 其实已经很牛逼了 就是能够做到严厉踏步已经歪歪第S了 啊 那不要说还指望什么十倍增长 那几乎不太可能 大部分人 99.9%的人都是下滑 OK 无非下滑的多少 第二个呢 就是即使短视频的流量啊 依旧是处于上升的期设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你做短视频赚钱 流量它只是手段 不管直播也好 做短视频也好 对吧 你需要把流量转化为这个money嘛 你这样要变成钱嘛 中间就会有折损 因为它就需要转化嘛 对吧 就是 我们讲任何东西 它不直接 它需要经过一个中间方 或者两个中间方 它肯定有折损 就跟中介一样 对吧 它要赚利差呀 所以 有的人啊 有人的折损和不确定性 因为做抖音 做短视频 或做其他业务 你就需要找员工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人的折损 人是最不确定性的呀 要么就培养半天 培养不起来 对吧 要么是培养起来 跑路了 是不是啊 这个就有前端 后端的一个折损 后端 比如说像很多人 它是前端做流量 后端做变现 就是有太多缓解 比如说做抖音 你如果月盈利100万 对吧 你要想把它变成250万嘛 我们按照四年十倍 每年就2.5倍 那你就需要复制 2.5倍的团队 你就需要复制 2.5倍的账号 比如说之前是100个号 现在就250个号 你需要复制 2.5倍的流量 对吧 你需要多少 需要呈现上万条的稳案 你需要呈现上万次的剪辑 你需要呈现上万次的拍摄 是不是啊 你需要模特 画几百字装 等等等等 实现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 第三点呢 就是 本金的体量变大 倍数的增长的困难和复杂程度 它也是指数型上升的 尤其是做业务 因为就像刚才讲的 需要人 需要文案 需要生产力 需要创造力 对吧 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节点 节点越多 不确定性越高 你从一千块钱变成一万块 那其实不要太简单 你从一万块变成这个一百万 对吧 也不难 你想要从一百万到一千万 说实话 别说 大部分人别说四年 可能四十年也未必能够实现 而想要从一千万到一个亿 这个鸿沟 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跨越过去的 这个其实就是整个的一个趋势 我们讲第一点是看周期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对比了一下这个做业务 或者做短 以短视频取利 它的一个四年十倍的一个困难程度 对吧 那最终呢 就引申为主题 引申出主题 就我为什么看好加密货币 底层就在于投资比特币 我先给结论 是目前少有的 或者追记确定性和简洁性 可以让你实现四年十倍的赛道 可能没有质疑 目前我没有看到 因为也有很多人跟我讲AI AI是其实 但是AI现在的赚钱效应跟我们普通人关系特别小 对不对 你说在国内做AI 你怎么赚钱 掏个壳 卖工具 对吧 也不行啊 然后呢 你说卖客 对吧 像个一周 这样大家又会去说 又对吧 还给封号乱七八糟的 没有多相关性 更多是把它当面工具再用 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你比如说 Share的GPTA 我每天都用它来去学很多东西 这个是可以的 但你说通过它去赚钱 跟我们普通人关系特别大 特别小 但我们玩加密货币 我可不是去玩一玩啊 所有人玩家密货币肯定都是来搞钱的 这个就实话是说嘛 OK 那讲讲原因 第一 流量流的趋势是衰退 对吧 我讲我之前是一个web art的创业者 但是呢 目前的趋势就是 短视频流量 它是一个下滑的趋势 但是比特币 它还是一个上升通道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为什么是上升通道 因为钱还在往比特币面流 这个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事实 你看那个美国的这个比特币ETF 对吧 就不断的注入这个资金呀 华尔街 对不对 大家其实都还在 包括这个政治隔级 世界的这种 对吧 动荡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避险资产嘛 所以这个就是最底层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上升通道 钱再往里面灌 那不就是财富杠潮吗 不就是财富密码吗 什么东西能赚钱 你首先得知道钱在哪里嘛 对吧 钱在比特币啊 就这么简单 是吧 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大家好好去品 第二 比特币它是资产 你看 它的属性是资产 我们把它叫前流 就一个是短视频的流量流 一个是前流 对吧 本质区别就是前流的逻辑是前生前 而不是劳动力变产品 劳动力变内容 对吧 内容产品在变现 中间就没有折损啊 没有折损 链漏是最短的 第三点呢 就是前流的复制和放大 它节点是最简洁 最纯粹 最聚焦的 我们做抖音 对吧 可能需要很多账号 很多 很多账号 对吧 就会很分散 就会很分散 对吧 我们讲分散就代表着节点啊 就代表着内耗 天花板就很有限啊 因为天花板有限 或者其他原因啊 你不分散的话 一个账号的天花板是有限的嘛 反正你就得分号啊 但是一旦分散的话 你就增加有不确定性 但投资比特币啊 在十个亿以内 甚至一百亿以内 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比特币 你有一百万 你买比特币没问题 因为一千万 你买也没问题 你有一个亿买 你也没问题 你有十个亿 一百个亿 都可以买比特币 他接得下 他接得住 哎 知道吧 就是比如说一千万进去 对吧 十倍四年变一个亿 一个亿进去 四年变十个亿 他就是一个大海 能够存在饥饿的资金 这是个经济啊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他的一个上限 对吧 你说你买一些土狗啊 我们就说 比如说这个特币 哪怕就我非常看好 特币 你看他建在 就四个亿的一个市值 你买个四个亿的人民币 对吧 四四四亿美金进去 对吧 那你要卖的时候 你就要砸 这个线得砸成什么样 他成长不了 这么大的一个资金嘛 但比特币不一样啊 比特币就你尽情的玩 对吧 有多人 能买十个亿美金 没有 所以比特币就是一个大海 OK 他的这个放大 纯粹见解 也就是说 总结一下 大趋势 高确定 稷额资金 承载性 就这三点 他就决定了 我们要实现联系的月签 比特币是为数不多的 或者对大资金实现啊 四年五到十倍的 这个争执的 十代大记忆 十代大记忆啊 对吧 为什么 说比特币是十代大记忆 我刚才提过一个意思 就是在过去四年啊 在过去四年 我做短视频 也实现了这个 对吧 四年十倍的增长 然后呢 比特币的价格 也是四年十倍的增长 因为 之前是 反正我 反正差不多 就是十颗五十万 现在就差不多 五十万一颗 就是十倍的一个增长 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 我做短视频 在接下来的四年 我很难再保证十倍 我可能维持住就行啊 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比特币 它依旧还是具备 这个五到十倍的一个增长 就这么简单的 其实就 比特币可能在未来四年 八年十二年 它都还能够让你每四年 资产有个五倍到十倍的增长 但你说做做给欧阳 做短视频 可能吗 不可能 对吧 搞不定到时候 又有新的一个平台诞生 那当然十倍呢 可能还是有点难 像你比较专业嘛 你真的在凶 因为 这一个 我一个朋友 两万米都买的比特币 假使这一轮到二十万美金 他刚好能做十倍 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他没有买到那么低 对吧 他就不一定有十倍 以及下一位的话 他可能倍数又会减少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 我觉得五倍应该是 拉长时间 在未来两到三个周期内 还是可以的 每一次周期五倍 每一次周期五倍 那我们就剩一笔账嘛 一开始投入一千万 四年是不是就五千万 对不对 下一个四年 是不是就两个亿 八年两个亿 一开始是一千万 算一下最终是多少倍 如果按照一开始的 本金计算的话 就是二十倍 四年五倍 八年二十倍 还这之间 就是他有资金体量 增加上来之后的叠加付费 这个就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原因 就是通过我做WebR的 一个创业 然后呢 去对比在过去四年 我自己创业的一个增长 比特币的一个增长 以及未来的一个趋势判断 为什么在 今年对吧 从去年开始我就会把自己更多的 轻力聚焦在这个加密货币当中 就是因为他就是趋势啊 兄弟们 他就是趋势 因为我已经能看到我WebR 再怎么努力 他整个的大趋势就是一个 对吧 是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 那我就要去选择更好的一个赛道 对吧 你的努力是一样的 但是你选择赛道不一样 那他的一个回报是不一样 OK 然后呢这边再啰嗦一句啊 如果想要进入付费设计呢 记得在我的主页能够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呢想要去充这个 Turbo等等这样的一个图给我 买这样的一个待遇的小伙伴呢 能够在我的这个每一个视频的 这个左下角简介 能够看到这个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OK 有反应用 好吧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